烙丹的黑衣男子被一群白衣人包围狠狠毒打 冲突一路从地铁站到列车车厢内 这是21号晚间发生在元朗的流血事件 警方事后逮捕6名男子并起出铁条木棍等证物 据了解警方已经掌握当天闹事的白衣人多达800人 主要来自元朗14K和胜河等几大八派分子介入 冲突事件牵扯上黑社会 也让元朗当地居民人心惶惶 反受力运动香港发起过罢工罢市 但都未能成事 黑社会打人的新闻 却使得周一的元朗犹如台风天 全面的停工另类的罢工罢市 22号下午现传香港参合会会 再到元朗地区闹事 导致有酒城商店关门不敢做生意 也让原本热闹的街道宛如死城 我们看见还有些店铺还是没有开门 不过看起来比昨天的又是一个好的一点 现在阶段上要是警察的出唇罗的 连续好几个周末 香港反逃犯条例示威抗争 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连美国总统川普也表达看法 事实上721示威抗争出现两大转折点 先是群众包围中联办喷漆砸弹 迫使北极当局可能出手处理香港问题 但随后在元朗的冲突事件黑影床床 似乎也让部分港人忧心黑帮势力崛起 法治崩解后的安全疑虑 大小示威冲突不断 也让香港近况始终难以平静 继续继续报道